马克龙的政治豪赌会赢吗? 极优伊勒庞会是下一任法国总统吗? 这两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经济学人评价马克龙说 如果马克龙不是一个敢冒险的人 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 这个评价非常的有趣 的确 马克龙30岁的时候就敢赢取大自己24岁的中学老师 38岁的时候又敢自立门户 建址总统宝座 所以现在发起政治豪赌也不奇怪 几天前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当中惨败 得票率不及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的一半 这让马克龙非常的没面子 虽然是选人去欧洲议会任职 但是这也真实反映了各政党在国内的支持率 于是他一气之下 解散了法国自己的国民议会重新选举 这个举动震惊了全球的舆论 因为马克龙没必要这么做 欧洲议会选举是欧盟层面的一个选举 完全不影响他在国内的执政 首先说明一下 法国的国民议会选举 不会危及马克龙的总统任期 因为总统是国家元首 由法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但是这个选举会影响总理的任命 政府的组成 以及执政党施政的走向和效率 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任免 原则上谁也不能强迫总统任命谁当总理 但是国民议会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有权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总理 所以总统也不能硬来 强行提名自己人的话 会被否决的 因此法国总理一般都来自 国民议会的最大党 换句话说 如果马克龙的复兴党赢了 那么总理就是自己人 也拥有议会多数 未来可以完全执政 如果输了 那么现任总理阿塔尔 大概率就要下了 换国民联盟的人上 这里多说一句 国民联盟的领袖勒庞本人 大概率不会担任总理一职 因为他说过 如果马克龙给他打电话 邀请他当总理的话 他会拒绝 因为他的目标是法兰西的总统 他会推选党内28岁的巴尔德拉 担任总理 想象一下 届时如果总统还是马克龙 而总理变成了巴尔德拉 双方可不得互相拆台 拼命扯皮吗 而且总理呢 还是事实上 法国内政的最高决策者 这就是大家不理解马克龙的地方 欧洲议会选举输了就输了 何必给自己找事去解散法国的国民议会呢 万一一选也惨败呢 那马克龙的总统生涯可就进入垃圾时间了 大多数分析认为 马克龙硬拼乐旁比较冒险 国民联盟风投震进 30%多的支持率呢 不是今天突然有的 而是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人批评马克龙 政治人物不应该豪赌 想想卡梅伦上一个因为豪赌 而悔不当初的人吧 那马克龙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首先啊 他敢于冒险 法国历史上呢 有逆风翻盘的案例 1968年戴高乐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结果他就赌赢了 马克龙一直视戴高乐为偶像 那这次呢 应该也是想复刻戴高乐 当年的胜利 其次呢 马克龙也有一定的胜算 他可以利用选民对极右的恐惧 也可以团结左翼阻击对方 目前呢 国民联盟在议会当中啊 是有88个议席 想要阻隔呢 需要289席 能成功吗 无论是自己单干呢 或者是找人联手 难度都不小 如果国民联盟无法阻隔 那么对于气势震慎的欧洲极右翼 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了 可能赢啊 就可能输 对于这场豪赌 乐庞是欢迎的 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执政 准备好结束大规模的移民 准备好将购买力作为优先事项 准备好重振法国 大家别小看乐庞的这几句话 句句切中要害 第一句 我们已经准备好执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法国社会都将乐庞视为异类 不能接受极右执政 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 根据最新的数据 60%的法国人认为国民联盟和其他政党一样是一个正常的党派 认为国民联盟有能力执政的高达三分之二 原因就在于乐庞这些年致力于极右形象的正常化 他早就不提脱欧了也不发表极端言论了 行为举止言行也变得更加温和了 他在国民议会的88名议员也奉命严肃行事 不说过分的话 不做过分的事 努力让政党披上体面的外衣 换句话说 虽然国民联盟的民粹主义底色未变 但是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边缘化的抗议型的政党了 而乐庞的后面几句话 准备好结束大规模移民 准备好将购买力作为优先事项 准备好重振法国 更是切中了不少法国选民的痛点 近年来大量中东移民的涌入 让法国的福利就业医疗系统沉压 并且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治安问题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接踵而至 更是严重冲击了欧洲的经济 欧洲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穷 如果大家这两年去过欧洲 应该能够感受到欧洲物价的惊人涨幅 所以就算法国人心中有再多的失和远方 也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回到购买力 养老金社会福利等等实际的问题上 而乐庞阵营就敏锐地捕捉到了 选民的情绪变化 他这些年大打名声牌 把竞选的筹码压在控制物价 和保障福利等等议题上 马克龙的复兴党 为什么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 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现实是 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 往往显示的是 选民对现状的否定 所以31%的法国人投国民联盟 到底是为了支持右翼 还是为了发泄不满呢 当然我不认为极右翼 手握解决问题的方案 长期来看 他们只会让西方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民粹 越来越分裂 但马克龙应该要警惕 类似的故事早在2016年的大洋彼案 就已经上演过了 2024年还有可能要重演 解决支持率的问题 还是要从根源入手 如果只是单纯的将极右翼 说成洪水猛兽 那即便能赌赢这一次 下次呢 2027年的总统大选呢 要知道 马克龙已经连任了两届 无法再次竞选 届时谁与勒庞抗衡呢 这三年里 勒庞又会不会更加努力的 塑造自己的形象呢 马克龙是有些叛逆在他身上的 而法国人民也一样 会不时的叛逆一下 尝试一些新东西 那他们会不会尝试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